在香港和澳门的商业史上 霍英东和何鸿燊这两位超级大佬的故事 充满了传奇和戏剧性 2006年10月28日 港澳超级大佬霍英东因病去世 在他的追悼会上 年过八旬的何鸿燊坚持扶灵 以示对老朋友的怀念和尊重 2020年5月26日 何鸿燊也在病房里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享年98岁 这两人因地产相识 因赌场相知 后来因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 霍英东曾说过 没有我 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 这句话揭示了两位大佬 半个世纪恩怨情仇的复杂背景 让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故事 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秘密 霍英东和何鸿燊的友谊 可以追溯到他们年轻时的相识 年少时的霍英东和何鸿燊 在黄仁书院就读 那个时期的他们 没有社会利益的纠葛 友情单纯而美好 然而这段纯粹的友谊 并未持续太久 何鸿燊家道中落 前往澳门发展 并通过婚姻结识了 家世显赫的李网华 借助妻子的背景和支持 逐渐发家 而霍英东则出身贫寒 靠自己打拼 开始在香港闯荡 1953年 32岁的何鸿燊 在香港创办了 立安建筑公司 从事地产和建筑生意 事业蒸蒸日上 30岁的霍英东 也一路高歌猛进 组建了霍英东集团 并出任主席 1959年 何鸿燊在香港 赚得了第一个1000万 成功跨入超级富豪行列 这时 两位昔日校友 在商业上终于产生了交集 并在一次商会上 相谈甚欢 彼此印象深刻 同一年 澳门总督马继时 对澳门赌牌的垄断局面不满 决定筹备新的赌牌竞标 以重整澳门赌业 何鸿燊意识到 这是他人生中的 一个重大机会 1950年代初期 何鸿燊因黑道势力威胁 而被迫出逃澳门 奔赴香港 他一直希望 有朝一日能够光明正大的返回澳门 傅老荣 澳门赌场的二代赌王去世后 他的儿子无意继续经营赌场业务 决定将家族重心 转向香港的房地产开发 1961年 何鸿燊收到黑帮的警告信 要求他放弃竞标 并在24小时内 带着钱离开澳门 否则将面临死亡威胁 何鸿燊无奈之下 向身在香港的富豪好友 霍英东求助 霍英东最初 并不愿意参与赌场经营 因为他觉得赌博是非正当行业 但在何鸿燊的反复劝说下 他勉强同意 并提出了不牟利的原则 要求将所得利润 用于慈善事业和澳门的建设 最终 霍英东答应出资300万 而何鸿燊的初始资金200万 也是霍英东借给他的 在霍英东的帮助下 何鸿燊摆平了黑帮的威胁 并成功获得了澳门的赌牌 然而 随着赌场业务的丰厚盈利 何鸿燊并未兑现当初的承诺 将利润投入到澳门的 慈善事业和建设中 这让霍英东非常愤怒 并公开指责何鸿燊不守信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霍英东的帮助 就没有今天的赌王 何鸿燊 1965年 英美政府开始对 帮助大陆建设的霍英东 进行经济报复 特意打压他的发展空间 霍英东同何鸿燊 联合开发的大厦新光行 首当其冲 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霍英东是大股东 3000万的投资中 他出了750万 并以个人担保 从银行贷款1000万 将其变成了 尖杀嘴地标新光行 当霍英东提议 为了避免其他投资者的损失 希望全体股东 出资回收整栋大厦时 何鸿燊却背地里单独行动 劝服其他股东 以低价将大厦 卖给了具有英国背景的公司 在交易过程中 霍英东感到极大的背叛和羞辱 这是他人生中的 最大耻辱之一 1979年 中国大陆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霍英东作为港商代表 率先进行投资 在广州筹办了白天鹅宾馆 和中山温泉宾馆 由于内地条件简陋 霍英东处处碰壁 境况十分艰难 然而何鸿燊从未出手相助 这让霍英东倍感失望 他曾说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 从来没有支持过我 中山温泉宾馆开幕时 我发请帖 但他的澳门普京赌场 却没有派人过来支持我 如果他肯派一批人过来 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最终霍英东因过度劳累病倒 被诊断患上癌症 事件背后 不仅是商业利益的纠葛 更是深深的情感伤害 霍英东与何鸿燊相交近30年 外界看来 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 但何鸿燊 却从未在关键时刻 失以援手 这对霍英东的打击尤其大 1986年 澳门政府私下同澳门博彩公司 签署补充协议 将专营权延长至2001年 跨约澳门回归 热爱祖国的霍英东 对此感到极度失望 辞去了澳门博彩公司董事长职务 同年 何鸿燊提议澳门博彩公司上市 这让霍英东再次觉得自己被利用 两人的关系彻底分崩离析 2002年 霍英东宣布退出澳门博彩公司董事会 并捐出市值100亿的澳门博彩公司股权 一半用于澳门发展 一半用于内地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何鸿燊和霍英东两人再次相见 霍英东在记者会上 说出了那句震惊四座的话 没有我 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 包括何鸿燊 霍英东将往是一土为快 从赌场夺标到星光形事件 他当众给何鸿燊上了一课 何鸿燊微笑回应 压低了酒杯 霍英东拍了拍何鸿燊的肩膀 说我们还是朋友 2006年 霍英东因病去世 在他的追悼会上 何鸿燊坚持为老朋友扶灵 已是对他的尊重和怀念 这一举动 象征着两家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 终于化解 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恩怨 源于商业利益 但最终 何鸿燊展现了更大的格局 不知何鸿燊在离世的那一刻 是否会想起18年前 何鸿燊与他握手言和时所说的话 我们始终是好朋友 从两人年少时的相识 到成年后的合作与分歧 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故事 充满了跌宕起伏和人情冷暖 他们的友情和敌对 不仅反映了个人的性格和理念 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复杂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商业世界中充满了利益纠葛和情感碰撞 但真正的友情和人性关怀 才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回顾霍英东和何鸿燊的传奇人生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不仅是商界的巨头 更是时代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他们的故事 既是商业斗争的真实写照 也是人性复杂性的深刻展示 通过他们的经历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商业智慧 和人际关系的宝贵经验 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他们的商业帝国和家庭传承 仍在继续影响着香港和澳门 乃至整个华人世界 无论是他们的成功 还是他们的纷争 都是后人宝贵的财富 通过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 我们可以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商业领域中 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成功 不仅源于他们个人的才智和努力 也离不开他们对时代机遇的把握 和对风险的管理 霍英东以其敏锐的商业眼光 和坚韧的毅力 在香港和内地的改革开放中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而何鸿燊则通过其独特的商业策略 和广泛的人脉关系 在澳门的赌业中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香港 霍英东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坚定的信念 创立了霍英东集团 并在房地产 建筑和航运等多个领域 取得了显著成就 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还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 在香港的改革开放中 他积极参与和支持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澳门 何鸿燊以其独特的商业策略 和广泛的人脉关系 在赌业中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他通过不断创新和改进赌场的运营模式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投资者 为澳门的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还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 在澳门的社会发展中 他积极参与和支持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为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人的商业成就和个人影响力 使得他们成为了香港和澳门商业史上的传奇人物 通过他们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商业世界中的成功 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 还需要诚信和责任感 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喜悦和痛苦 都是商业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了解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故事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商业智慧 和人际关系的宝贵经验 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喜悦和痛苦 都是商业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他们的经历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商业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故事告诉我们 商业世界中的成功 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 还需要诚信和责任感 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喜悦和痛苦 都是商业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他们的经历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商业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在商业世界中 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成功 不仅源于他们个人的才智和努力 也离不开他们对时代机遇的把握 和对风险的管理 霍英东以其敏锐的商业眼光 和坚韧的毅力 在香港和内地的改革开放中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而何鸿燊则通过其独特的商业策略 和广泛的人脉关系 在澳门的赌业中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香港 霍英东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坚定的信念 创立了霍英东集团 并在房地产 建筑和航运等多个领域 取得了显著成就 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还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 在香港的改革开放中 他积极参与和支持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澳门 何鸿燊以其独特的商业策略 和广泛的人脉关系 在赌业中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他通过不断创新和改进赌场的运营模式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投资者 为澳门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还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 在澳门的社会发展中 他积极参与和支持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为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了解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故事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商业智慧和人际关系的宝贵经验 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喜悦和痛苦 都是商业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他们的经历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商业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故事告诉我们 商业世界中的成功 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 还需要诚信和责任感 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喜悦和痛苦 都是商业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他们的经历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商业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回顾霍英东和何鸿燊的传奇人生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不仅是商界的巨头 更是时代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他们的故事 既是商业斗争的真实写照 也是人性复杂性的深刻展示 通过他们的经历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商业智慧和人际关系的宝贵经验 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他们的商业帝国和家庭传承 仍在继续影响着香港和澳门 乃至整个华人世界 无论是他们的成功 还是他们的纷争 都是后人宝贵的财富 通过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 我们可以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商业领域中 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成功 不仅源于他们个人的才智和努力 也离不开他们对时代机遇的把握和对风险的管理 霍英东以其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坚韧的毅力 在香港和内地的改革开放中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而何鸿燊则通过其独特的商业策略和广泛的人脉关系 在澳门的赌业中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香港 霍英东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和坚定的信念 创立了霍英东集团 在房地产建筑和航运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还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 在香港的改革开放中 他积极参与和支持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澳门 何鸿燊以其独特的商业策略和广泛的人脉关系 在赌业中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他通过不断创新和改进赌场的运营模式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投资者 为澳门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还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 在澳门的社会发展中 他积极参与和支持多项社会公益事业 为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了解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故事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商业智慧和人际关系的宝贵经验 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喜悦和痛苦 都是商业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他们的经历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商业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霍英东和何鸿燊的故事告诉我们 商业世界中的成功 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 还需要诚信和责任感 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喜悦和痛苦 都是商业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他们的经历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商业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